房车生活真的那么美好吗 还是像一些网络视频拍的那么不堪呢 我也时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 不堪的房车生活的视频 但我们的房车生活是这样 干杯 干杯 您好我们是爱生活爱旅行的福望家 一直有些朋友说 时常看到各种视频或者文章 吐槽房车生活的各种不方便各种问题 甚至说房车生活就是个坑 问我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自驾房车漫游中国的几年时间 算是有点小经历 今天就几个比较集中的问题说说我的看法 我们可能是比较幸运的 自驾房车走过很多路况复杂的道路 房车的底盘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房车的箱体出现过小毛病 例如天窗漏水 停车是不挺糟心的 去修啊都修好了继续玩 有些停车场不让房车过夜停车 前些年真的很少听说 但是这一两年听好多人说过这个事 但是说实话我们没有遇到过 真的遇到了你就换地方呀 大不了距离是去稍远点的 总能找到合适的窝窝 住车被驱赶半夜被敲门 我们从来没遇到过 房车限高杆很多 前几年遇到过几次 这两年几乎没有遇到过 而且导航有了货车版的导航系统 可以避开限高和限宽 还有说房车加水加电不方便 我们每隔几天就住一次营地 水电自由解决洗衣服做饭各种不方便 然后满水满电再出去浪几天 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很多大水大电的新款车 更加不存在这个事 住营地主要是为了自由的打开折阳棚 自由的晾晒衣服 还有做大餐 还有说睡觉睡不好 每天到马桶洗澡不方便 空间狭小不舒服等等 对于我来说都没有感觉到是什么问题 方法总比问题多 心态好 解决问题就是ok的 或许福旺家就是适合这个房的生活 说了这么多 我想说凡事都有两面性 你看到的不舒服不方便 甚至是不堪的背后 就是你也体会不到的美好 我们现在注册在营地 就可以做大餐 视频更新的时候母亲节已经过了 但是我们今天在拍视频的时候 恰好是母亲节 大鱼为了向他母亲表示他的爱 亲自下厨做了几个菜 这是难得一见大鱼下厨哦 母亲节快乐 快乐哟 我们福旺家一家人的房子旅行 不必天天惦记这个想念那个 每天都在一起特别开心的 喝茶聊天看电影 对了最近有一部电影我们特别喜欢 笨小孩 这是个平常人创造奇迹的故事 特别勵志感人 一扬千玺的演技 真棒 给小妹看哭了 每次一家人在一起在户外 都用这个明基投影仪看大屏幕的电影 特别爽 明基投影仪是老品牌了 原来我工作的时候就用明基投影仪 可是用了好多年呢 质量靠得住画面清晰 颜色正画质超级好 对比再三才选了现在这个家用款 i707 有时候我们的注册地不宽敞的时候 可以距离屏幕2.5米 轻松投出100寸的画面 投影仪位置不居中 彻头效果也不错 对焦也方便 没有WiFi的地方 可以直接插U盘 有信号的地方就更方便了 直接连接手机投屏 影片资源就非常多 我特别想和朋友们说 如果你想玩房车 首先要确定自己是否适合房车旅行 然后还需要做好一个心理建设 好心态很重要 就犹如我们的工作生活 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心谁所愿 凡事都是轻松舒适的 但我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啊 房车生活同样需要有种种小妥协 科夫小困难 才能获得之后的满足和美好 这就是福王家的房车生活 你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 请关注并长按点赞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